花蓮縣議員蔡奇塔擔任市長期間涉嫌貪賭 遭重判15年有期徒刑 她今天發肩報道 蔡奇塔說雖然尊重司法 但她自認清白 所以會提非常上訴和重審 好了主播各位觀眾 國民黨籍前花蓮市長 現任縣議員蔡奇塔因探污案例判15年定業 蔡奇塔從黑色轎車下車後 各方支持者紛紛前來致意 她立刻到花蓮地檢署報道 這個蔡奇塔是清白 我也沒有貪毒 我從來也沒有跟人家拿過一毛錢 從政到現在喔 蔡奇塔在鏡頭前喊冤 強調她並沒有貪毒 從政到現在 連別人的一毛錢都沒有拿過 對於這樣的判決 感到相當的無奈 因案判決確定執行的部分 蔡先生以及宋先生 已經在今天 也就是109年的6月8號 上午的9點半到本署報道執行 那本署的執行假官 在製作筆錄 確認身份無誤以後 就會發出所謂的執行指揮書 然後送矯正署的花蓮監獄執行 以上是針對這個案件 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對於這樣的判決 妻子紅了眼眶 當她確實違反談公治罪條例 蔡奇塔所提起的非常上述 已經被最高法院駁回 全案三審定驗 根據了解蔡奇塔 是花蓮縣第一選區議員 該選區因為已退出的 民進黨先議員施金樹 涉貪毒案被判刑入獄 由落選的民進黨裝置裁地補 如果蔡奇塔也遭解職 將由落選第二高票取子方地補 可以在這個林下方 但因為首位很多就被判刑 Shadow Голов 不足為其他事 狗盜身遭解職 根捜身遭解職 既被判刑 雙法 但是